民間鄉 全鄉 運動台會 今天一集經營的各社流著電池 包括到社區、學校、中庁參加的人數 大約是一千五百人 大家是最多的擁有 也看到鄉親對著全鄉運動台會的程式 大家就出來交流感情和運動更新 竟然是電池民間鄉的活力 今天各社學生一集的表演 做一個比一個更精彩 對很多民間鄉活力還有多個人風化 將近一千五百位 也是歷人來最多人士的參與 希望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民間鄉工作都可以每年如期來紀行 我們為了辦這個活動 我們也要促進民間鄉 展現更團結更和諧的氣氛 我們在這裡出玩到三天來支持活動 當然這個運動會除了 國團隊以安排的項目的運動以外 讓大家參與 讓大家臨意 讓大家臨意 民間鄉、鄉鄉運動台會 六十天開 今年參賽的地方和人數都比一年更多 有四十多多參加 鄉台鄉親更多參與以外 六十多參加 讓大家參與 同時看到我們公學國小的運動場 也是我當時在擔任立委的時候 從教育部爭取三百多萬回來建設 看到整個設施這麼完美 看到這麼多人在這邊運動 我們爭取的運動場的PU 我們心裡也感到非常滿足 剛才說國中修一百多月 學生參加比賽 這就是優勝的人 將代表民間鄉來參加冠軍以外 這個由團長、社区 這個社團設做成的 處理競賽者 也來等很多團隊合作精神 覺得參加這個鄉運 對我們外配來講的話 可以親戚 帶動親戚的一些關係 因為有時候我們小朋友 都很少出門 為了家裡的生活那些 覺得辦這個鄉運 我們每年都要參加的 人口五千塊 我絕對要派一個 所以輸人不輸丁 當然是自在參加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冠亞軍 全部拿回來 有信心 參加足球比賽 要加油 這個勝利 今天香港所表示 鄉運是最重要的大事 也就是鄉民連絡感情 在現場團局 很難得的機會 會繼續來基盤 推動到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記者 雲仙 藏寶島 大家好 謝謝你